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是能在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 如此看来庞德的武艺足以击身一流武将 然而如果细毒演绎 我们就会发现他能够取得这些战绩 有投机取巧的因素在内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第一斩杀陈武 三国演绎第68回中 曹操与孙权战于合肥 两军混战的时候 无将陈武遇上了庞德 当时陈武孤立无援 只能且战且走 被庞德逼到了玉口 玉口这个地方 树林从命乱之横生 陈武在想回身与庞德交战的时候 衣袖不幸被树枝挂住 行动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这个时候庞德抓住机会 提刀便斩 陈武挣脱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刀落下 如果不是这些树枝的缘故 陈武应该不至于就这样被斩杀 毕竟他是能够为小霸王孙策担任先锋的人 所以说庞德能够赢得此战 斩杀陈武 凭借的不是自己的真本事 第二 战退魏延 同样的幸运 不会出现第二次 他与魏延交战的时候 没能再次遇到这样的良机 但是他能够战退魏延 也少不了其他因素 在其中发挥作用 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中 魏延率军与曹操相遇在斜鼓借口 面对曹操的招降 魏延不屑一顾 点名让庞德出阵迎战 结果两个人还没分出胜负 曹操的迎战就被马超所结 其军队大乱 魏延趁机诈败而走 悄悄出现在了曹操腹肌 并射伤了曹操 这时庞德再次迎战魏延 他奋力向前 战退魏延 保操前行 魏延退走 并非是因为怕了庞德 而是没有站下去的必要了 毕竟他一开始弃战而走 目的就是为了追杀曹操 这时庞德出现 他已经失去了杀曹操的良机 再加上庞德 此时护主心切 已经开始拼死立战 魏延却没有拼命的必要 所以魏延退走了 这一战最多只能说明 庞德的武艺与魏延相当 不能说明庞德的武艺胜过魏延 第三战平关羽 能够与关羽一战 是庞德勉官顿手 流血满面 向曹操求来的 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 他甚至让士兵 抬着官果出战 当他在战场上 与关羽相遇的时候 二将战友百余和 精神悲传 也就是说 他与关羽战了个旗鼓相当 按理说 这一战应该足以证明 他的武艺了吧 毕竟关羽曾温九 斩华雄 于万军之中 取炎两首级 三合诛杀文仇 这一战中 关羽的行动 没有受到限制 也拼尽了权力 但是庞德在这一战中 依旧占了大便宜 当时庞德正值壮年 而关羽已经步入了老年 原文中提到 关羽恐赴年老 一级明金 也就是说 此时的关羽 早已过了巅峰时期 是强弩之末了 如果庞德遇上的是壮年的关羽 估计此战 又会是另外的结果 通篇分析之后 我们不难发现 庞德取得的这些耀眼战机 都有投机取巧的因素 不过与此同时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他的确是一员不可多得的猛将 因为就算在同样的情况下 也不是谁都能够取得这样的战果 另外 当初他还在马超杖下的时候 于乱军之中 不占就出寒碎一事 并无任何取巧之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